強烈颱風山族結構逐漸增強 瞬間震風高達每秒73公尺 相當於17級風以上 造成沿海地區出現3到5米的長浪 氣象局也立即在14號上午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提起沿海地區民眾及作業全資 嚴加戒備 那隨著未來接近的話 台灣地區的風浪都會增強 巴士海峽以及台灣東部的海域 我們預估的浪高 都有機會來到8到10公尺的 比較高的長浪出現 雖然目前山族颱風影響區域 主要在海面上 但在陸地沿海地區 15號開始就會出現 9到11級的強震風 在東半部及恆春半島 將有好雨發生 15號可以看到 主要的降雨區 還是在台灣的東半部 以及屏東恆春半島這個地方 我們預計 在特別是15號一直到16號的 上半天 在花蓮 台東 恆春 以及屏東比較靠近山區的部分 我們預估都有達到 蠔雨到大蠔雨等級的雨量出現 氣量局表示 山族颱風的暴風圈 將在15號脫離台灣近海 但在強烈颱風外圍環流影響之下 將會有強降雨產生 呼籲民眾仍要多加留意 避免海上活動 原色情緣雜落 背景臺北市 採訪報導